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Kiehl's家的明星商品 熱賣商品 這個激光極淨白淡斑精華 那同廠家印堂會有這個 激光極淨白去角質剪面膠 跟它這個激光極淨白機能水 那以前大家都知道我覺得 美白啊 就是 嗯 還好 但是保濕做足就好了 但直到用了真的會讓你臉透亮透白的 這一種產品之後 真的是需要美白的 而且啊 我這個100ml的 你看100ml跟30ml 我100ml已經用掉了一半以下 代表說這時候我已經用掉50ml 有了 可見我多愛它 就是真的非常的厲害 那想要在夏天來臨前啊 再做最後一波的美白 然後讓夏天可以有多一點的扣材 可以曬黑跟持續的美白保養的話 就讓我們接下來繼續看下去 那後面呢 會有我的7天 用這些產品的紀錄 那對這些產品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看下去喔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三步驟的美白保養啦 那我會示範說它怎麼使用 跟我使用起來的感覺 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第一個步驟要使用的就是這個 KELS的激光潔淨白去角質截面膠喔 它算是一個二合一的產品 有可以清潔也可以去角質的功效 那它擠出來呢 是有帶點一粒一粒一顆一顆的 那個其實是珍珠眼 它不是塑膠微粒也不是柔組 所以在使用上面大家其實可以放心 那它塗在臉上是會有那個一粒一粒的感覺 你就可以在臉上做按摩清潔 我覺得可以達到非常好的效果 因為呢 為什麼要定期去角質 主要是角質層也可以影響到臉的透光度 角質層太厚裡面的光透不出來 或者是它光沒有辦法折射到外面的那個的話 會影響到那個皮膚的光澤感 所以定期去角質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呢 因為像我的話 角質層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厚 我覺得我平常大概使用一週 兩到三次其實就可以 然後一個月再一次做大的去角質整理 那如果是平常去角質層比較厚 就可以拿來做平常的保養護理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的好 那洗完之後啊 是不是特別的透亮 因為你把基本的角質層代謝 每天都會有一點的角質層代謝掉了 洗掉了 那個光澤感真的是沒有辦法比耶 就是馬上就是一種皮膚透亮那個光澤感 馬上就出來了 我真的非常喜歡它剛洗完那個感覺 然後它洗的時候又有一種薰衣草的香味 我覺得這個香味很療癒 如果喜歡薰衣草的人 真的一定要去跪上試試看 聞聞看喔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個步驟啦 洗完臉當然是要馬上做鎖水 跟保濕的這個動作 就是用它們的這個激光極淨白激冷水 那這個呢它的質地其實有一點介於水跟精華之間的精華水 就是它不會到非常的水感 也不會到太濃稠 所以呢在使用上面起來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也不會到很有黏膩的感覺 那它裡面你有沒有看到它那個光澤光澤的感覺 它是一個礦物紅光粉末 那它不是亮片也不是什麼的 因為你倒在化妝棉上擦拭啊 我自己的使用習慣是這樣子 它也不會在臉上殘留多餘的亮亮的 它就是擦上去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水感的這種感覺 然後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礦物紅光粉末 所以使用前記得一定要先搖一搖 然後讓它均勻的混合在這個精華水裡面然後做使用 那這個使用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單純的直接用手後化妝棉擦拭 就是依照每個人的習慣 還有一個很奢侈的就是拿來濕膚 濕膚真的是非常的奢侈 可是在保濕度上面相對的會提升 然後你也可以在你比較有斑 或者是有痘疤的地方增加一些它的加強的程度 那濕膚的時間大概是2到5分鐘就可以 但是就是依照每個人的習慣補咬 那我大概是敷5分鐘 你知道那個保濕度那個感覺真的是不一樣 我真的還蠻喜歡濕膚的感覺 除了一般的濕膚之外還有一個奢侈一百倍的 就是在濕膚的化妝棉相滴入幾滴它的淡斑精華 這真的是超奢侈的自製美白面膜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真的這個濕膚真的超奢侈 這個真的不能常常這麼做 但是如果啊想要趕快加速自己的斑啊 或者是痘疤的痘印啊 這種深深的痘印等等的 可以多使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就是機能水啊搭配它的淡斑精華的使用方法 敷完啊擦完就是整個使用完這個化妝水之後 真的是臉會有一種舒服的透亮感 因為它也給肌膚了一定的水分嘛 所以呢那個感覺臉是充滿水分的感覺喔 接下來就是要進入我們的重頭戲主角啦 就是KELS的這個激光極淨白淡斑精華 然後因為廠商其實有寄給我30ml的這個 只是因為我不想浪費拆它來用 所以我在示範上面都是使用100ml這個來示範 它的質地是比較偏水感的精華 所以用起來基本上沒有什麼負擔也沒有黏膩感 那這罐精華呢主要是有給肌膚淡斑透亮保濕的一罐精華 就是在使用感受上面的確是這樣 可是因為我的斑真的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斑 所以沒有辦法測試到淡斑 但是我覺得在保濕度是算OK的 然後在美白這一點是真的有達到我想要的那種感覺 因為像以前我不是長痘印嗎 擦它期間其實就有非常明顯的感受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罐裡面有加了它的激光活能C的 它們一個獨家的成分 所以呢在使用上面啊 真的可以幫助你的肌膚有透亮透白的這種效果 然後我現在用起來我的膚色不均也真的改善非常非常的多 像我的肌膚是混合偏乾嘛 在保濕度上面我是覺得還可以還OK可以就是handle住的 但是現在也慢慢越來越熱了這樣的程度是OK的 那如果大家乾淨會怕比較不夠的話 我自己的話就是用它們家的那個冰河糖蛋白霜 然後再做最後一次的擦拭鎖水的這個方式 那就依照每個人的習慣也可以有做一些不一樣的調整喔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先來看這個七天的紀錄 那說真的因為我臉上沒有什麼斑 然後說真的該白的 畢竟已經用了這樣了嘛 該白的應該都白了 還是來看一下我們的七天紀錄吧 可以看從照片中看到就是第零天的時候啊 是不是肌膚比較沒有那麼透亮感 那直到了第三天 慢慢幾乎第三天 是不是有一種比較亮光澤的感覺 但是沒有差異到非常多啦 我們就進入到第四天囉 你看第四天的時候 是不是有皮膚有開始比較透亮的感覺 一直到第七天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變化 主要是還是我有同時使用它們另外的 潔面凝膠跟機能水 所以呢相對的效果是有再加成上去的 那因為我這個精華真的已經用蠻久的 我那時候就很怕說看不出什麼效果 結果沒有想到 加成上去之後 那個透亮感還是在讓我顯現出了一次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所以啊這罐Kiehl's的激光極淨白淡斑精華 已經算是我不能少的美白精華之一了 看我用這麼多就知道 而且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入坑 就是喜歡美白的有效果的話 真的都很推薦這一罐 那同時呢有另外它們兩個新產品 就是這個激光極淨白去角質截面膠 跟激光極淨白激冷水 可以同時一起做使用 那如果你覺得你對這個好像已經 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想要再更透亮透白一點的話 可以加這兩個產品一起做實用喔 我覺得會給有像我一樣啦 就是有點 喔原來我還可以再更透亮 原來我的皮膚還可以再更均勻的透亮這種感覺 所以呢也可以參考看看這兩樣新商品喔 今天以上就是我Kiehl's的這個激光極淨白淡斑精華 還有這兩個新產品 它的潔面淨膠跟激冷水的分享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這個影片按個讚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 不一定時會有更多影片更新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會有更多的生活動態喔 好那我是愛麗絲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